Hello 大家好 今次這條影片做一個通知 這條影片就是昨天直播的一個影片 但是有些人就未知道 因為我搬到一個副頻道 副頻道一直都在運作 但是之前就突然停了轉回主頻道直播 現在就會去到副頻道直播 大家想看直播記得去Follow 訂閱那邊YouTube Channel GameLiveHK Backup的頻道 1-3隻全部設定為50 可以帶... 特殊精神可以帶雙筒 找去帶雙筒道具 找去帶雙筒道具 那我4條頭巾4條圍巾都可以 唉...救命 哪個男人?大風吹 高質牆來的 怎麼以為高質牆 很多勁人一起打還是什麼 你的意思是 睡好了 我跟這個水主一隊 對手Liar 哇... 嘩... 你的隊... 嘩... 低速度 對面那個 尾了三隻低速度 頭那隻高速度 阿基拉 嘩...我方馬上選好了 嘩...我方那隊 有了 那我怎麼玩呢 OKOK 嘩... 等一下按錯了兩隻 嘩... 嘩... 弱智按了兩隻 好像 街場四箱 帶了兩隻精靈 白癡啊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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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養了兩隻 打和啊 對呀... 撥不到 嘩... 嘩... 對手放出的衣貝 再加這個鬼系的精靈 那個鬼系的精靈...嘩... 嘩... 那鬼系那隻呢 就是... 珊瑚 太陽珊瑚 哇...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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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方立即做一個光場 立即做一個光場 立即做一個光場 抗這個特攻 那對手呢 那我方的隊友用了飛 我方的隊友 一躍車到這個衣貝 那衣貝 那衣貝馬上倒下 這個飛手一定是十分之漂亮 嘩... 嘩... 觸發了我方自信個性 嘩... 好有自信啊 那現在對手用了衝擊吸收 一躍吸到這個... 這個... 頭巾蠻蠻 頭巾蠻蠻 那頭巾蠻蠻 受到這個吸收的影響 扣我少少血量 不算多 好啊... 阿基拉出了這個閃妖王牌出場 好啊... 適為閃妖王牌 好啊... 那隻珊瑚要怎樣做 珊瑚 現在這個珊瑚 都十分尷尬 好啊... 我方選擇換走這個頭巾蠻 出場拉寶拉斯就是貝貝龍 對了... 這個貝貝龍聯防 好啊... 對手極具化這個 當然就是閃妖王牌 這個火主 好啊...極具火主 看看我方呢... 是打哪一隻啊... 是我啊... 還是打到右手面的... 頭巾蠻蠻蠻 那究竟這個聯防呢 可不可以防倒呢 或者可能是打到左手面呢 不知道啊... 好... 然後就長不短 不過我做回反射壁 那現在呢... 有一個商場效果 那身邊極具火爆 一夜輾到貝貝龍 貝貝龍就是個完美的聯防 十分漂亮啊 有於極具火爆 原因呢... 天氣也改為大晴天 那麼對手再次使用終極吸收 一下吸到貝貝龍 我啊... 如果沒有了我的牆呢 可以說是貝貝龍已貴了西 十分麻煩 放在這裏 好了,我現在有這個極具 嘩? 隊友換錯了 你換錯了 好,我已經選好技能了 對手最先用極具火爆 車內背背龍擋 背背龍應該死了 對,已經死了 嘩,我隊友可以 我隊友帶點減的衝上場 真的鼓勵不到 長毛具都做了靈魂衝擊 這招技能可以降低對手的一下特攻 嘩,我隊友可以 嘩 竟然一下子打死了 發生什麼事 他的防禦雖然低 但沒理由低成這樣 一發帶走他的珊瑚 好,現在看看對方派出什麼精靈上場 而我方派出什麼呢 我方派出了巨炭山上場 而對手派出了這條魚 這條魚也比較麻煩 因為現在大程一點的影響 這條魚基本上都很難去 有任何的行動 好了,這樣吧 蜜防超低 對,蜜防五十左右 沒多錯 竟然可以一下穿 好,現在我方進行了這個極巨 看來再不見了 沒有機會 這個極巨的巨炭山 這一下超極巨 如無意外這一下的超極巨的巨炭山 有機會可以打到一個輸出 因為對手 對手用了水流獵破打下去 觸發了蒸氣機 沒有... 沒有觸發蒸氣機 竟然是火焰治 他一眼燒 Michelle 殺個措手不及 然後超... 這個小柏虨化做出超能 車下去 可惜的是打不到一個很高的輸出 那現在場地變成超能場地了 嘩這些火焰身軀 真是無法支持 竟然是夢特性 我再做一個靈魂衝擊 應該可以打得死 對,是打不死的 降低對手特攻,但是這裡毫無用途 我方就用了這個岩石技能,一拍到火主,拍了一半傷害 這裡可以看看超級巨的效果 已經被岩石包圍了,嘩這個岩石爆下去 好有氣勢,疼痛不堪 再受到燒傷效果影響條魚,差不多就死了 而我呢,這個計時也剩下兩秒 剩下兩回合計時 跟街友玩多過癮,真棒 真心真棒,超級巨巨彈山 你怎會猜到他竟然是火焰身軀 跳一下車過去的時候,嘩,燒著了 噢 好,我方在座水流獵婆打下去,但是也打不到太多 因為有太陽的情況,而且再燒傷 對手用垃圾射擊,應該是射到我這裡 可惜打不死,因為我有這個傷場的關係 中了毒,非常遺憾 這一下就和我靈魂衝擊一下車載到火柱裡 再次降低了對手的特攻 羽毛以外這一下他們就會死 因為受到燒傷影響,再加超級巨的技能效果 羽毛以外兩個都會死亡 啊 爆死了 他有說,他有說什麼 中了毒 不過現在中了毒 這個毒都蠻毒的 現在秒數只剩下1回合 看看對手都放了什麼 名字是X彈珊 對手派出了多龍上場 現在對手雙方都只剩下1隻精靈了 在這裡 嗯 嗯 他的名字是什麼? 他的名字好像是什麼巨炭山? 剛才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我方換走了長毛巨炭用了卡比獸上場 對手用龍星群打到巨炭山 巨炭山再次使用超級巨的專屬技能 一影岩石拍到多龍 但是不能走 但是不走 但是也都再 咦? 那裸方的 海膽用了水油獵婆炸 巨炭山 巨炭山終於死亡了 巨炭山終於死亡了 這個時候日照恢復 恢復原狀 對手受到超級巨的技能影響 不斷爆到他 我方派出的最後一隻精靈就是頭巨炭山 但這個頭巨炭山會做什麼的效果 面對著多龍 多龍再次使用龍星群打到哪裏 打到頭巨炭山 這隻頭巨炭山 是打不死的 因為頭巨炭山的突火也是十分之高 也是十分之高 所以打不到 而我方還要咬下去 多龍一發帶走 因為多龍都分了半血 多龍收走了 然後應該就到卡比獸的十萬馬力 我方因為自信過勝 殺了 擊倒了一個對手 一個十萬馬力載下去 可惜但不走 對手竟然用了馬馬刺刺 這招技能 我未見過馬馬刺刺 馬馬刺刺是什麼技 好 這裡對手已經只剩一隻精靈 就是海膽 這招技能 我方勝出 因為海膽速度太低 只有20速 有一方選擇投降 會不會是我們投降呢 這個賽事是我們勝出的 十分精彩 完全未見過 巨炭山竟然是火焰身軀 其實巨炭山會不會是什麼 防禦型巨炭山 真心有機會 真心有機會 Odan 這裡已經選好了 規則方面 都是普通規則 1至3隻 等級50 可以參加特殊精靈 相同精靈都可以攜帶 相同道具都可以攜帶 嘩 但3隻卡比獸上場 3卡比上場時間 好 好 還是帶點典型 典型重 看看對手 看看大家的精靈是多高級 MARIO MARIO 好 MARIO已經弄了這個精靈 看看排位方面如何排 通常怎麼排 那麼隨機還是選人 分配隊 怎麼分配呢 左手面就是他們 右手面 我就在 右手面的第一格 我可以先擊他 看看對手用什麼精靈 和我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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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MARIO相當麻煩 MARIO相當麻煩 YULI也是普普通通的 我的隊友算是屬於 比較輔助向 對 輔助向 有一隻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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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食果 有一個進化奇石 有一個王冠 王冠 王冠 毫無疑問就是觸發連續攻擊 打算害怕對面 對 這一下我預計 其實我可以立即極巨 一如這樣說 那長毛巨魔也不用說特別大了 好 搞定 美麗花 那美麗花就... 真的美麗花不知道 美麗花是否李先... 美麗花... 崔粉 有沒有李先程 應該都有 不知道 沒有看過美麗花 那是雙奶仙就... 普普通通 都是雙奶仙 你知道玩什麼 風妖精花太醫了 看看他沒有服風妖精 來了 今場的街場四箱開始 還是不要不想打念 通常都會馬上打 不用擔心 好 那對手派出擊是多龍 還是降龍 降龍 當然是伊貝 要伊貝相當麻煩 那網方派了頭罩後上場 嗯...相當麻煩 那對手降龍 是用了氣球的 嗯... 好啦... 那... 糟糕了... 喂... 自然之力 裝飾 嘩... 急動拳 影偷 你的... 你的王牌技能呢 OKOK 那現在這個情況 最麻煩的就是 一定是一隻降龍 那隻降龍一定是最麻煩 極巨鋼 其實可以先打死伊貝 因為右手邊那個人是有一血筋 那我選擇打死左手邊 好啊... 那我方立即極巨 那看看對面的巨灘 對面的女角龍會不會極巨 因為不知道速度如何 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我方 有機會比對面 如果對面也有極巨的話 好啊...那我立即極巨了頭罩後 好啊... 我對手沒有用到這個極巨 因為我用了幫助這招技能 究竟有什麼好選擇呢 那我方就做了一個順風 那這一下順風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把我的方法的速度提升 這裏做個極巨割一下 車內伊貝會不會打死呢 是打不死啊 非常遺憾 差一點點 但是呢 觸發了我加防禦 那對手的女角龍應該都會用鋼技打到這個極巨精 那竟然放個隱形眼啊 OK 好,那對手伊貝吃回我剩下的正飯 回回十六分一血了 好的 OK 也不奇怪 因為我也不知道是否可以一下打死 我方做了自然之力,變成三重攻擊 我方的精力用三重,一下子撞下去妖姨 能不能打死呢? 是能打死,非常厲害的技能 自然之力變成三重攻擊 雖然沒有術修,但有這個效果技能 十分好的技能 我用了極具劇,一下子打下去這個雷降龍 一發帶走,絕對沒有問題 連氣球都已經立即爆了 我方加了一攻一防 現在這個變化的能力值 會不會太屈肌?好像太屈肌了 有點屈肌啊 巴卡太以催眠COMBO逼死入面 對呀,那隻花吹臉 為何還要帶一隻鬼來打? 可能並不是你這樣想 可能不是你這樣想 對方派了火柱兔子上場 然後再帶了一隻毒龍上場 毒龍也是相當麻煩的 對我來說 火系就... 火系的話其實也算是沒有特別的 火系算是沒有特別的 那現在這個狀況 最好的情況就是用極具拳 打到右手邊 對 或者就用極具杆 打到這個毒龍 OK 好,用極具拳 一下子打到兔子裡 好,那風妖精 再用月爆打到左手邊 由於有毒 應該是有半減了 對 我再用極具拳 理論上一發帶走 這裡 對,因為兔子絕對忍獸 頂不到這個加最一級物攻的頭罩後的輸出 一發帶走 太不妙了 我想用了極具拳 這一下一定是向著我而放的 這一下 這一下極具拳打多少呢 到達了差不多接近一半血量 十分之厲害 咦 空血 黑色烏泥 他還以為是那個 空背靈 好,那這一下應該就會 縮小 應該 對手派了他多龍上場 好 這個時候我方的頭罩都縮小了 其實也挺屈肌的 風妖精配到這隻 現在對手Yuli可以進行這個極具 Yuli應該是左手邊的 毒龍 所以也不用怕 多龍的話應該快一個 應該 嗯 其實風妖精可以退場 他會不會變成打到多龍上 可能會 這一下還用了月爆 看看應該是打到多龍上 一發帶走 是帶走 多龍呢 也躺下了 這一下我方就做了一個拍 一個拍下去 差點大 拍走了一個黑色烏泥 對方用了烏泥炸彈 炸到這個風妖精 但是有一血筋 會不會中毒呢 風妖精 是沒有啊 但是我方信封也停止了 這一下 顧名思義就是 這個速度線下就會輸給對方 風妖精 風妖精真的要禁 風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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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用了自然之力 變成三重攻擊 射到這個毒龍 帶不帶走 是帶走 好啦 一隻打光 太屈了 對手派出的精靈 最後一隻 竟然在這個降龍 我想試一下拍下他的劍 想試一下拍下他的劍 他會不會觸發不到 應該不會的 不要緊 我試一下 一隻拍下去 如無意外 風妖精應該都會用自然之力 射到這個劍神 看看能不能觸發到 其中一個的效果 因為其中一個效果都很強 冰雷 冰雷燒傷 我方就拍了一個臨別禮物 非常之保守的技能 一下子打下去 這一下令到劍神 最終降了一級的攻擊 對方用了氣氣打下來 會不會帶走 是帶走 非常遺憾 我方投擇後面也倒一下 會不會被他一個反殺 一直殺下去 絕對不可能 我方派出了李魚龍上場 隊友會派什麼精靈呢 會不會派這個野巨人出場呢 我方派出的是 尚賴線 我方派出的是李魚龍上場 這一下先來威嚇 雖然有岩釘的效果 但是還是扣到50血左右 雙賴線也有 因為岩釘的影響 扣血 然後這個劍神 我當然一開始就馬上用電池 一下電下去 令到他的速度降低 比我更慢 對手用了巨獸斬 看來砍到妖精 應該是很重 有機會一發帶走 這裡 巨獸斬一發帶走 雙賴線 很遺憾地 不要緊 有我在 沒有問題 這場會贏 最後 我馬上來電池 一下電到劍神 劍神受到麻痺影響 速度馬上大減 減到2分1 減到差不多一半 這裡我的隊友還有沒有 應該還有一隻野巨人上場 對 隊友選擇野巨人 以正式的賽事來說 都選錯了 因為面對著對面 都不會選擇野巨人 由於場上有釘 所以一落場已經被人 就已經踩了釘 對面真的不能打 我的技能太強了 現在野巨人的話 可以做的技能 應該只有影子偷襲 對,我方的野巨人做了影子偷襲 偷到劍神 對方再次才用巨獸斬 OMG 我竟然不夠你快 這麼強嗎 我一隻野巨人 理論上打不死 因為扣了威嚇 過了兩級攻 夜巨人就是進化騎士 所以沒什麼可能打得進 而我這裡做了一個漩渦 一隻潮船打下去 已經沒有辦法 就做任何傷害了 對手 但是也受到這個潮船影響 在扣很多傷害 我都不夠快 會不會太快 太快了吧 對手因為麻痺 沒有辦法動 那麼這裡呢 野巨人會做什麼呢 是痛評分 還是什麼呢 用夾動拳 一下打到劍神 但是打不到很高的輸出 因為野巨人 物攻的能力值都比較低 進化組的夜黑魔人 就有機會比較高攻 都接近100以上 現在劍神已經受到 潮船再加麻痺的影響 十分痛苦 準備下一關 就應該會釘過去 十分嘔心的重 又麻痺又威嚇又成 我方做了影子偷 一隻偷到劍神 可不可以帶走呢 是不行的 對手用了氣氣 用最後一刻的力氣 打到夜巨人 可惜已經打不進 雷龍做了一個攀瀑布 一發帶走了劍神 十分精彩 一場賽事 十分精彩一場賽事 十分有趣 十分有趣 嗯哼